马可福音二章一读十字记载了耶稣依治坦子的故事 当时四个朋友抬着坦子来见耶稣 因为人太多,他们只好拆了屋顶 再用绳绑好玉纸将坦子锤下去 主耶稣见到他们信心这么大 就赏免了坦子的罪,医治了他的病 经文虽然不长,但这个故事却不简单 作为一个全身瘫痪,不能够治理的人 能够有四个朋友,愿意用爱心和信心排除万难 甚至废弃力地拆了人家的屋顶来帮助他 真是难得 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资深一个也难求 这个坦子就有四个资深的朋友 实在是煮给他的恩典 他们不仅有信心,更加用实际的行动 将信心表现出来 雅各书这样说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现在在教会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熟灵的坦子 他们都很需要台坦子的朋友 愿意花时间、气力和钱财 将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不知道我们又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